这是澳洲今年以来的第三场大洪水 确切来说是18个月来的第四场洪灾 危在东海岸的新南威尔斯州2号开始暴雨下个不停 短短4天的时间降下了整整8个多月的总雨量 从空中鸟侃繁华的大雪离地区成了一片水乡泽国 主要河川霍克斯伯里河水位来到破纪录的水平 重新翻修今年3月才刚落成启用 具有防洪功能的温莎大桥也被洪水淹没 太半都消失不见了 澳洲一直面临极端气候威胁 干旱 致命野火 大宝礁 白化和洪水等 越来越常见而且严重 这两年在反声音现象的作用下 接连给东海岸地区带来超乎寻常的降雨 而在北半球美国希腊西班牙野火重生 7月4号美国国庆日当天 加州烧起来的森林大火 火场面积一夜之间就扩大了一倍 吞噬3000多英亩的土地 最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今年更是异常的炎热干燥 已经有超过200万英亩的林地被烧毁 打破历年来的记录 威胁原住民社区 整个州有超过200处火场 气象专家警告 这可能是恐怖夏季火灾的蓄取而已 南欧意大利今年6月底 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超过摄氏40度 北部最重要的灌溉用水源泼河干枯 全国30%农业生产的所在地遭遇70年来最严重的焊象 当局4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拨发3650万欧元经费 给北部几个灾期严重的大区 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难题 夏季的避暑深地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也难逃热浪的洗礼 海拔3300公尺的马尔莫拉达风冰川三号溶解崩落 造成七人死亡 八人受伤 十三人失踪 不 这种温柱的温柱在这些温柱的温柱 这些温柱的温柱的温柱的温柱 我认为是一个温柱的温柱的温柱 不是一个温柱的温柱 我没有任何温柱的温柱 我没有经历的温柱的温柱 我认为特别的温柱的温柱 我认为是一个温柱的温柱的温柱 以外发生前 马尔莫拉达风 山顶的气温 来到摄氏十度的高温 据统计 近年来阿尔卑斯山的气温 上升了摄氏两度 是全球平均值的一倍 科学家二零二零年就预测 如果全球碳排放量持续上升 未能有效控制 到二零五零年时 阿尔卑斯山的冰川 恐怕将只剩下一半 公事新闻 网贵文编译